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用诗篇来灵修 今天我们要同时看两篇诗篇 就是116和117篇 因为117篇可以看成是116篇的负篇 那先来看看116篇这十九节的经文 这十九节经文描述了一个信仰的奇妙过程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耶和华保护于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得死亡 救我的眼免得流泪,救我的脚免得跌倒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在耶和华殿的愿内 在耶路撒冷当中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首先第一节,第二节 讲出了这位诗人赞美神的心智 可以说这两节经文 是先把结论讲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诗人写这首诗的决心和心态 赞美神 为什么要赞美神呢 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似乎在信仰的经历中 非常典型的五个步骤 第一个呢 那就是第三节讲的 这位作者遇难 人生有困难 遇到困难、挑战 这是非常常见的 这位作者也不例外 所以第三节他说 我遭遇困难了、遇难 遇难了之后怎么办呢? 第四节讲到求告 求告神的帮助 在这个求告的过程中 他将他自己的全人向神寻吐 在这个人遇难 向神求告的这个过程里面 似乎是似乎是人的一个很直接的反应 不过呢 有时候人遇到困难了 就是印着景象 也不要来到神的面前 那就失去了 神下面要给的恩典了 第五节呢 就讲到神的拯救了 于是神就伸手拯救 这一位遇难的作者 这个的拯救非常彻底 使得这位作者所遇到的困难 因此得到解决 这岂不就是信仰神的一个极大的福分吗? 这种困难对我们而言 有可能是真实的 环境的 也可能是心理的 这一种困难得到解决 那就是亲身经历了神奇妙的拯救了 于是就经历到第四个步骤了 那就是一个蒙神拯救的人 应该报答神的恩典 出现在第十二节 我们应该报答神的恩典 在十四节 也在十九节 分别提到还愿 还愿是什么意思呢? 还愿就是当我们在祈求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向神立下一种的愿望 主啊求你拯救我 当你拯救我的时候 我就要将我自己献给你 或者主啊求你拯救我 当你拯救我之后 我真的要好好的侍奉主 我们与神有一种的盟约 这种小盟约建立了之后 当拯救来临 当然就应该还愿了 所以给我们看见 这里似乎信仰很典型的五个过程 就是遇到困难 之后求告神 之后蒙神拯救 之后报答神恩 最后还愿 这五个过程里面 前面两个去遇到困难 后面两个困难解决了 转据点在哪里呢 那中间这个咯 那就是神的拯救 假如我们把人生看成一个由立境进入顺境的过程 当然高峰在于神的拯救 好了 我们经历神的拯救应该还愿 这段经文其实也提到作者有几个还愿很具体的方式 第一个还愿那就是为神做见证 这里提到这位作者要在众人面前来宣讲 这就是见证 不只自己经历神的救恩 向众人分享那就是见证 还愿的第一个行动 见证 第二个行动讲到仆人 我是神的仆人 一个人经历神的拯救 就认识神的大能 认识神的大能更加强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当然又是回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了 就是盟约的关系 在盟约之中我们应该好好侍奉主 新约时代的侍奉主 当然那就是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这种仆人的心态 那就是第二种的还愿的行动 让我们好好做仆人 侍奉他 第三个还愿的行动 就是这里提到的颂赞 颂赞在新约圣经来看 这是一种祭物 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这是一种还愿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 而在不同的阶段中 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 最后我们愿意向神还愿 见证他 侍奉他 颂赞他 下面117篇 就是接着116篇发出的赞美 万国啊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那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117篇把人的赞美拉到最高潮 不只是我赞美 不招大家一起来赞美 因为神的救恩是真实 所以我们的赞美 当然也是真实而具体的 愿神借着这两篇诗 带领我们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也最后以还愿和赞美来敬拜他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